巴西先胜此人最尴尬,换掉暴力鸟显成败比,最后这一衰原谅你了,内玛尔布什最后时刻,巴西队凭借库蒂尼奥和内玛尔的进球,最终2比0先胜哥斯达黎加拿到本届世界杯的首胜,成功赢取三分,如今击四分排在一组投名,而这场比赛对巴西队来说赢得非常不容易,几乎全场都在进攻哥斯达黎加大门的巴西队, 直到最后时刻才完成进球,也是惊出了球迷一身冷汗,哥斯达黎加队的纳瓦斯一次次成功地扑出了巴西队逼近的进球,巴西队险些在场平局,内玛尔和纳瓦斯比赛结束之后,内玛尔也是眼面痛哭释放着内心的压力,上一场比赛他不断地被对手侵犯,本场比赛更是几次射门都被纳瓦斯扑出,下半场的点球也是被裁判取消, 赢球之后,他终于可以好好的释放自己,其实本场比赛巴西队本有机会更早的破门的,但是主教练的一次换人,也是让球迷看不懂,最终也险些成为败笔。 保利尼奥在比赛踢到第67分钟的时候,巴西队刚刚完成了几次猛攻,但是巴西队主教练随后进行了人员调整,他换下了保利尼奥换上了菲尔米诺再次加强进攻, 但是这段时间保利尼奥的发挥非常出色,正是他的一次次传球,让巴西队获得很多绝佳的机会,央视的解说员对此次换人也是很不理解, 不过菲尔米诺也是很擅长回撤做球,巴西主教练可能也是想再加强中路的进攻,巴西教练,巴西教练不过如果不换暴力鸟,巴西队可能会更早的破门,比赛可能也不会踢得这么紧张,不过当库蒂尼奥进球之后,巴西队的主教练也是兴奋的摔倒在地,打了一个滚,看在他这么点背的情况下,还是原谅他吧。